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部电影的看点除了女主角的颜值 还有电影里那些超级好看的服饰 作为一部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的电影 红诺坊动用了80位设计师 打造了300多套戏服 从主角到配角 无不极尽奢华与美感 头饰以及配饰的设计更是一点也不马虎 比如妮可基德曼这顶非常有设计感的发官 我小时候就超级想拥有一顶 实在是太美了 而妮可基德曼 在电影中佩戴的那条星光闪闪的项链 确实是由钻石和白金制成 这条堪称为拍摄电影而制作的最昂贵的项链 相有1308克钻石 总重达134克拉 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 而电影里这座灯红酒绿 充满极度突费文化的红墨房 就用到了100多人参与场景的布置 100%的摄影棚制景 也使得影片里各种拍摄角度成为可能 所以在红墨房里 你会看到很多非常写实又美文美奂的画面 好看程度丝毫不逊色于 妮可基德曼的轻视容颜 那么你小时候看过红墨房这部电影吗